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增加魅力真的非常的重要 因此呢 有越来越多这个爱美的人呢 开始对化妆造型这个行业感兴趣 今天啊 我们的节目就非常高兴 有请到了多伦多的化妆造型师Jess刘 请她呢来介绍一些关于这个化妆造型行业的基本规则 你好Jess 你好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首先能不能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叫Jess刘 我是一名专业的化妆造型师 今天很荣幸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欢迎你Jess 也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女生 那么想问一下 您从事这个化妆造型的这个行业大概多长时间了 我大概从事化妆造型五六年了 五六年了 那么想问一下就是 为什么要从事这个化妆造型这个行业 我自己特别喜欢美 对美的事物都有追求 然后如果就是通过我自己的手帮一个普通的女人打扮得很漂亮 很有魅力 我就特别有成就感 也是源于这个就是爱美 然后呢 想帮别人变得更加美丽 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原因 所以从事了这个行业对吧 对 那么想问一下这个化妆造型啊 这个现在很多的一些女性啊 就非常的爱美 同时呢他们也想通过这个化妆和造型让自己以及就是身边的人变得更加的美丽 所以想问一下这个行业啊 化妆造型这个行业的前景是不是非常的乐观呢 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这个方面的服务 因为很多人会化妆 但是不一定化的好妆 有的时候我就经常看一些女生 她们化的妆或者是她们的自拍 就很多很多的小问题小细节都没有处理好 其实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些专业的化妆师来提点 所以说你这个不仅仅是帮别人去化妆 那么是不是也教别人化妆 对 像我们会定期去社区开开设一些化妆的课程 那么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大概从事了五六年了 那这方面就是关于这个化妆造型 我想问一下多伦多的这个华人 尤其是这个爱美的一些在多伦多生活的一些华人 他们呢也是是不是也是对这样的一个北美方面的这个化妆 是不是也感兴趣呢 就想问一下这个本土的这个化妆 就我们西方流行的这个化妆的这样的理念 和我们的这个中国这边化妆的这样的流行的趋势是不是一样的 有一点点不同 西方人的五官比较立体 而我们的东方人的五官比较扁平 然后肤色偏黄 所以我们在化妆技巧方面会略微有一点点不同 像我们东方人主要是尽量修小脸啊 然后提亮 然后西方人的主要是做一些颧骨的修饰和脸型的修饰 所以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就是说西方人化妆和我们这个亚裔的这个面孔的这个特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的这个化妆的技巧也是不一样的 对 那么你会不会针对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亚洲人的一些这个面孔的特点 然后去去打造一些适合亚洲人的一些妆容呢 这个当然 对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这个化妆师啊 您认为作为化妆师最重要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作为化妆师化妆的基本的技巧是必须要具备的 然后最重要的其实要跟你的客人的沟通 因为如果说没有良好的沟通的话 就算你的化妆的技巧再好 你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其实他还是不满意的 嗯 那么想问一下 其实沟通是很重要 您刚刚也说过了 但是我想就是每一个客人的客户的需求 他们都是要变美 对 想要想要把自己变得像明星一样 画得像明星一样那么美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 怎么样去针对每一个客户的要求 因为每个客户的要求我相信都是一样的 都是想要美 对 所以你怎么样针对不同的这个客户去打造不同的给客户服务呢 因为每个人的脸型都不同 比如说现在就很流行韩国平美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韩国平美 就是韩国式的平美的 所以呢要根据那个人的脸型来画一个适合他们的妆容 那你能不能打个比方就是什么样的这个脸型的人适合这个韩国的平美呢 其实这个具体就很难讲 比如说像我自己本人的话 我是属于那种小圆脸的 像我如果说画小 就是小挑眉的话也可以 但是我又不是那么太圆 所以平美我也是OK的 所以主要是还是要看这个人的脸型 看脸型 对 那么是不是化妆就是主要是看这个人的脸型呢 对 针对这个不同的脸型去打造不同的妆容 对 那么这个说说的化妆还有一个造型 我们是化妆和造型是是不分家的嘛 对 对那么造型是不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头饰 就是头发的造型 对 以及身上的这个发 就是这个装 衣服的造型呢 主要我们是发饰的造型 那么这个发型是针对什么样的 就是这个不同的客户 是他们是这个依据是什么 就是不同的发型 依据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去打造不同的发型 像发型方面我们主要是服务于新娘妆 像新娘的头饰什么的 所以说这个造型和化妆也是分不开的 对 要是有一款这个很好的妆容 但是这个造型发式上面不搭配 那也是不行的对吧 对 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Jazz 从事了化妆造型这么长时间 五六年 那么肯定也是积累了一些人脉 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Jazz 有没有自己的一个专业的团队 有的 我们的团队有五位像我一样的专业化妆的造型师 还有两位摄影师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大屏幕上显示的就是我们Jazz的这个魅影团队的一些 我们的化妆师 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像我是在最左边的啦 然后有一个 然后在我隔壁那个叫Tina Vivian和Lina和Janny 就是五位都是我们的化妆师 这个团队的化妆师 同时呢 还有两个是我们的专业的摄影师 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团队 那么我们的这个团队主要的服务项目有哪一些呢 我们主要服务新娘的婚礼 当天的造型和跟拍 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大屏幕上显示的也是我们的Jazz的团队 然后去这样的一幅作品对吧 对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还记得这样 这个是您的客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客人 然后怎么样去根据这个客人去打造的这个新娘装呢 这个大概是几个月前拍的 什么就是他的这个跟你们怎么样去沟通的 因为您刚刚说沟通是最重要的嘛 对 那么他是怎么样跟您沟通 然后去最后给他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造型呢 他比较喜欢有古典美 然后我通过他的气质来帮他设计一个这样的造型 好的 那么这个现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屏幕上也是显示了很多 爱美的女性吧 是不是他们的这个一些合照 能不能讲一下这张照片的来历 这个是我们在社区当中开设的一个化妆班 化妆培训班 所以说你们的团队不仅仅是只是就是局限于这个新娘新郎的婚纱摄影 同时还有这个婚礼的跟拍 同时还去到每个社区定期去给这些爱美想要这个变美的这样的一些女性也好男性也好 给他们提供一些培训化妆和造型的课程是吗 对对 那么这个时间方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安排呢 就是定期去到什么样的社区 我们都是不定期的就是主要是看大家的时间 因为很多人现在工作很忙 是 对 所以要安排大家就是都能够学到东西 那不光光是我们到这个社区去给大家去培训一些这样的一些化妆的服务 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是好像是舞台上面的一些舞蹈演员 对 那么是不是这个舞蹈演员的妆也是由你们团队打造的 是的 那这个能不能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魅影团队 这个从我们团队建立初期到现在接过哪样 哪些这个舞台上面的一些表演的一些服务呢 我们我们参与过电视台的春晚节目 参与过一些大型的舞台表演 其中有一张是去年的和平送的舞台的演出 也是由我们团队打造的 那据我所知这个就是这一张照片对吗 对 和平送呢应该是这个纪念这个反法西斯抗战70周年 所这样举办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活动 那么我知道啊据我所知这个演员的阵容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对 同时呢他们的妆呢也是这个那个年代的妆啊 也是挺难化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团队这个五个造型师 一共大概化了多少多少个人的妆 我们主要是负责是比较主要的演员的妆 OK好 那么下一张照片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像是一个模特队是吗 对这是我们在老年中心办的一个慈善的艺演 然后所有的这个妆容也是由我们团队来画的 对 好最后一张也是这个舞台妆容 对 好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Jazz 给大家呢带来了这个化妆造型行业的一些基本的规则 同时呢也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他们团队打造的一些新娘妆啊 还有这个培训的课程以及舞台妆的一些经验 好的我们今天和在五点的国与嘉宾访谈环节 就是这些内容了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